信口慢聊 朋友们好 横须鹤地方不大 却是个可以瞬间穿越古今的地方 上一期我们去九里滨 看了19世纪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舰队黑船来航的地方 面朝大海 驻足远眺 黑船一去不复返 此地空于纪念碑 相比之下 不远处的横须鹤港就不一样了 170年后的今天 美国船来了就不走了 所不同的是 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舰 已经由当年的风帆战舰 换成了以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为首的 美国第五航母打击群 今天的这一期慢聊日本节目 就带大家去横须鹤军港一探究竟 由京畿九里滨站乘电车 十几分钟左右到西路站下车 步行不到500米 眼前这个海湾就是横须鹤军港了 日语里写作横须鹤海军设施 这里特别说一句啊 有兴趣来的朋友 步行导航的时候一定要设置 Costco Bayside Stores为目的地 到了以后直接上二楼买票 出来下楼就可以排队参观了 如果直接导航军港的话 很可能找不到入口 浪费时间和体力 我这里还有几条参观军港的小贴士 赵丽放在视频的最后 排队上观光船 整个行程45分钟 观光船会带着游客在军港里边转上一大圈 日本刚开放没几天 参观的人也不多 目测 除了我一个外国人 全是日本本国游客 刚刚还下着雨 这会儿雨停了 大家都来到上层观光甲板 全程会有日语解说 解说员讲的是眉飞色舞啊 游客们听得如醉如痴 我听不太懂日语 也就是看个热闹 恒虚贺军港我2019年来过一次 这回是第二次 上一次来的时候里根号航母不在家 没见着 不知道这次运气会怎么样 这种事就只能碰运气 总不能订机票的时候提前打电话的军港 莫西莫西 你们家航母17号下午2点钟左右在家吗 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咱们这个节目是漫谈漫聊频道 作为一个没有上过文科学院的非理科生 到了军港 现传知识我是讲不来的 所以您看您的 我聊我的 我聊的不对 您多指正 恒虚贺军港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 同时 驻日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指挥部也在这里 也就是说 这军港里不单有美国军舰 也有大量的日本船 说着说着就来了 眼前这个大家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作战舰支 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 这个家伙标准排水19500吨 长度接近250米 从体量上看 已经比二战时候日本旧海军的飞龙号航母大了 跟美国海军约克成号航母大小相当 出云级护卫舰一共有两艘 183舰和184舰 从闲号上看 这个是出云级的同名首舰 出云号 2019年我来的时候就见过他 当时还听说 日本订购了105架可以短距起降的F35B战斗机 我就说 这算哪门的护卫舰 改造一下 换上F35不就是个轻型航母吗 果不其然 日本已经在疫情期间完成了出云号第一阶段的航母化改造 另一艘184舰加贺号也在积极改造的过程当中 顺便说一句 这个F35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他也授权一些盟国的制造商生产该信号的战斗机 其中公认产品质量最好的是日本三菱公司 只是因为订单少 产量低 所以每架的价格要贵出不少 日本军舰的命名惯例挺复杂 我也只能说个大概 咱们先说旧海军时期 战略舰以令治国命名 令治国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古国 作为地理区画的时候 大概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郡县 比如大河 武藏 这都是 巡洋舰以山川命名 就是日本境内名山大川的名字 比如甲午海战中众所周知的极野舰 它就是一条巡洋舰 这个极野就是源自四国境内的一条大河 极野川 大个的航母都冠以吉祥的鸟兽的名字 比如说祥鹤 飞龙 龙乡 凤翔等等 到了今天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说没有了战列舰 但是像初云号这样的一等大舰 仍然沿用了令治国命名法 初云 加贺 这都是日本历史上的古国 古国也好 是郡县也罢 反正现在都没有了 用山川河流命名呢 也就是个象征 当然 每个国家有各自命名舰船的方法 比如俄罗斯黑海舰队曾经的旗舰莫斯科号 用当今首都的名字命名 一朝被击沉 着实于国运不利 第七舰队在日本有好几处据点 除了这 还有佐世堡海军基地和冲绳基地 但是只有横须鹤港是美国以外唯一一处具有航空母舰母港技能的港口 横须鹤军港不单设施齐备 人员也十分优秀 如果这里无法使用 美军航母要是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就必须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拖拽到夏威夷珍珠港 甚至美国本土才可以修理 由此可见 横须鹤军港是美军非常重要的基地 在横须鹤军港中能够看到的舰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 护卫舰 补给舰 扫雷舰 美国海军的宙斯顿舰 航空母舰 潜水艇 破兵船等等 每次来游览 港内停靠的船只都不一样 这也是横须鹤军港之旅的独特魅力 比如今天 港内停靠的多是日本军舰 依然没有见到美国航母的影子 观光船经过日舰的时候 舰上的官兵会朝着游客挥手致意 以前犯过错 合并宪法以后 日本海军尽量展现出和蔼亲切的形象 这也许是横须鹤军港开放给民众参观的原因之一吧 正观望着呢 只见导游指向海外的一个黑影 远远望去 从外形上看应该是一艘航母 心下窃喜该不会是归航的里根号吧 同船的日本游客也是一片骚动 日语的句子我是听不懂 单词还是可以蒙几个的 但听得导游和游客口中是反复重复着一个词 喀嘎 喀嘎 我大概明白了 远处那艘大舰应该是初云级护卫舰的二号舰 加赫号 这个加赫号也挺出名 2019年5月28日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乘坐美国海军一号直升机登舰访问 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的陪同下 检阅日美官兵并发表演说 双方领导的演说我都听过 除了共同赞赏巩固日美同盟以外 安倍首相说 我们将来会认真改造初云级护卫舰 为垂直起降战机登舰做准备 川普总统说既如此是大大地好 感谢你们购买F35 你看啊 他们俩怎么看 怎么都是一伙的 观光船Seafriend 带着大家在港内来了个左转大迂回 可还是没有见到里根号的影子 航母不在家 他的那些跟班随护打手们自然也不会在 细想一下也对 眼下的台海局势是日趋紧张 无论你是西太平洋自由之盾 还是全球霸权主义的极先锋 这个第七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 自然是不会老老实实的停在军港里 供人赏完了 横须鹤市有很多景点值得参观游览 我这次是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 一早晨从东京赶过来 直接去了九里滨的黑船来航发声地 去看佩礼将军的登陆纪念碑 上一期的视频还在 想看看的朋友您出门左转 下午两点折返回来看横须鹤军港 一会随便吃个饭 还要去旁边的三立公园 看日俄战争时联合舰队的旗舰三立号博物馆 这也是咱们下一期要讲的内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从观光船上下来 步行距离就有不少餐厅 我呢就一个人选择了回转寿司 简单快捷味道也可以 当然 你也可以在星巴克的露台上喝杯咖啡 欣赏一下军港里的风光 比如今天啊 刚刚还在港口外面的嘉赫号 就在我吃个饭的功夫 已经进港停泊了 两条出云级护卫舰就在眼前 喝上一个军舰view的咖啡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不住在横须鹤 晚上就会离开 一天的行程 拖着个行李很不方便 从东京过来的时候呢 在横须鹤中央站下了一次车 把行李啊 寄存了才去的九里别 回来以后呢 下午要去的地方就在这周围 步行都可以到达 横须鹤中央站 外边有好多吃喝休息的地方 晚上逛完 吃个晚饭 再取出行李出发 很方便 在日本啊 几乎所有的车站都提供自助存放行李的柜子 跟着标识走 很容易找到 多种语言的说明 方便使用 如果你有IC卡的话 存取极为方便 美军的第七线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日本有好多处基地 但是唯一可以乘船参观游览的就只有横须鹤港这一处 观光船呢 从上午十点开始 间隔一小时出发 下午三点是一天的最后一半 喜欢这一类小众景点的朋友啊 值得一游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